各界呼籲平息暴力 未能為不愛爾蘭營日衝突降溫 在首府貝爾法斯特 警方星期四晚出動水炮車驅散上街民眾 是六年來首次 有人向警員丟雜物 又中火焚燒汽車 當局說衝突規模是近年少見 年紀最小的參與者只有12歲 到火線是上星期 警方決定不檢控被指違反防疫措施 屬於民族主義者的新婚黨領袖 衝突起初集中在倫敦德里 和巴利米納等親英派為主的城鎮 之後蔓延到多個地區 更加加深了英國脫歐之後 當地支持脫歐的親英派 和反對脫歐的民族主義者 兩派陣營的分歧 親英派和愛爾蘭民族主義者 兩派發表聯合聲明 非常關注局勢 說雖然政見有分歧 但對於支持恢復秩序立場一致 英國首相約翰遜 就和愛爾蘭總理馬丁通電話 並派北愛爾蘭事務大臣 和盧帕敦道當地開會 美國亦關注當地暴力情況 呼籲各方冷靜 有線電視記者 吳景儀報導